中越战争 担任掩护和负伤的七名解放军战士 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这七名战士分属于四个不同的联队 之前七名战士素不相识 而此时他们却成为了最亲的人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打退越军 安全撤离 可是想要脱险 谈何容易 这些可爱的战士 不仅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而且还是深入敌人腹底 离国境线有八十公里 面对越军一个迎兵力的围攻 他们似乎陷入了绝望之中 在这七名战士中 有一位战士士班长 最终这场重割全书 的战斗指挥责任 落在了这位班长的肩上 班长马上组织战士 就地构筑简易攻势 用化肥为成了一个 只有三平方米的面积的攻势 七名解放军战士 就挤在这小小的空间等待 敌人的盗埋 越军看见 只有七名解放军战士 兵分三路朝着 七名解放军战士的阵地冲过来 面对潮水般的越军 解放军机勇是没有惊慌 因为自从穿上军装的那一刻起 他们就早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 战斗打得很激烈 越军想把这七名解放军活捉 所以开始没有使用重武器 而是采用冲锋的方式 消耗解放的弹药 七名解放军利用敌人的这个心理 一边打一边想办法突围 在打退越军的数次冲锋之后 越军看着一具具尸体 觉得活捉他们没有希望 于是使用大炮攻击 即使这样七名解放军战士依然活了下来 这时候越军又冲了上来 但是依然被解放军打退 此时七名解放军战士已经打退了敌人的八次冲锋了 敌人再次使用大炮 一阵炮击过后 越军冲了上来 从化肥的掩埋下站起来 在七名解放军与越军发生了近战 沙红的掩的解放军奇迹般的再次打退了越军的进攻 夜幕降临 班长下达了命令时候到了 准备突围 七人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了大部队 七勇士最后奇迹般的都活了下来 他们分别是陈书丽 陈武贤 胡青祥 维承如 黄志荣 雄武郡 马战舍 他们在对越反击战都创造了一个奇迹 七个人 三支枪 毕伤数十名越军 打退敌人几百次冲锋 坚守了一天一夜 用鲜血捍卫了中国军队的荣誉和尊严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